封闭香台11线是7.7公里处 8号上午7点40分左右 发生一起重大的车祸 一辆客运执行在车道上 突然遇到要左转的自小客车 反应不及当场一面撞上 导致客运翻落山谷 警校货报立即启动了大量伤患救护机制 不过还是造成一个人死亡 五个人受伤 而至于车祸的发生原因呢 还有待厘清 路上人车稀少 小客车跨越双黄线打算左转 没有注意到左前方的橘色客运 只见客运已经躲到路间 小客车还是迎面而来 两车当场撞上 客运冲出护栏 翻落桥下 悬空卡在边坡 下方救世河窗 消防局赶紧到场抢救 让伤患平躺在单架上 通讯人在桥上接应 绳索失明拉 救护人员与伤患终于落地 只见伤患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大伙赶紧将他送上救护车 无奈最后不致死亡 这起夺命车祸发生在8号上午7点半左右 在花莲县封冰箱 台11线47.7公里处 七名大学生一起到花莲旅游 其中科信驾驶开车再一名朋友 违规跨越双黄线 左转进入露营区 疑似没有注意到对象客运使来 造成车祸 客运上共有一名驾驶 五名乘客 其中两人调到桥下荷兰沙坝 55岁的黄姓女子在上午10点左右 申告死亡 另外共有五人受伤 都觉得你们是几个人来玩 没有注意到 没有是我们第二头 男演错 情绪低着头和友人离开现场 前往警局 原来这名科信男大生 就是肇事驾驶 他就独治理科大8号上午 一行7人开两台车到花莲露营旅游 科信男大生跨越双黄线左转 进入露营区和客运相撞 不仅自己的车撞毁了 还造成一死五伤的悲剧 坐在游览车后方的 陈姓男子 事发当下从车后爬了出来 索性只有轻伤没有大爱 不过另一名 55岁的黄姓女子 可就没怎么幸运 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笑容 没想到一场车祸 就此田人勇哥 让家属背痛不已 根据了解黄姓死者 平时在餐厅当服务生 家里有四个小孩 前一天他去花莲上课 上完课坐车 要回进普家中 却遇上噩耗 我们越来工程越来越大 要到这里 赶快才知道妹妹的事情 对对对 那很相信啊 原来死者哥哥是花莲 敬普村的村长 得知消息后 心情相当沉重 第一时间 花莲县长徐真卫 也立刻赶到医院 慰问伤者 你去哪里不舒服 对 要吗 好 好 对 好 谁也没想到 假日开心出游 却乐极生悲 一个不注意餐辆死亡车祸 借蔡杰 徐立芹花莲采访报导